我们今天在讲到之前 我们看一下要分享的经文 哥林多后书四章 十六节到十八节 我们看前面的屏幕 我们先来读一下 起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 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 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战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阿们 好 我们请我们的 深则学传道师 用超越苦楚的信心 为我们进行讲道 用掌声来欢迎 好 今天有我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神的话语 在开始之前 因为我印象当中 来到咱们教会 这是讲过最短的一次 就是圣经内容是最短的 就只有三节 因为之前我是跟牧师要求的 我说这个 就是内容少一点的分割 要不然负担太大了 然后本来这个是应该牧师要讲的 然后他就把他最后 他要讲的经文的三节 然后切分 然后分给了我 然后但是这三节经文里面 包含的含义啊 却特别的深刻 在分享今天 前三节 分享今天这三节经文之前呢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主要就是讲保罗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他的这个战胜苦难的来源在哪里 那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上一次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 牧师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 说到了就是 我们有着宝贝 放在瓦器里面 要显明神 莫大的能力 不是出于我们 然后保罗也告白说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理作难 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所以就看到了 保罗他自己在去形容自己的时候 就是我们都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像瓦器一样 我们都见过瓦器 瓦器是很容易摔碎的 就是无论你放在一个高的地方 你不小心碰倒了 或者是别人碰倒了这个瓦器 他摔在地上的时候 就很容易破碎 所以保罗在去形容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如同这样的 特别就是容易被破坏的 被粉碎的这样的瓦器一样 这也是保罗在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 常常会遇见这样的苦难 常常会遇见这样的 逼迫 会遇见这样的被打倒 但是却不至于死亡 为什么呢 保罗在上一次的说 牧师在上一次的讲道里面说 提到了说 因为有这个宝贝嘛 在我们的里面 那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 它就显出了莫大的能力 就是到了绝路也会绝路逢生 所以保罗他特别的坚信 我四面受敌 我心理作难 我遭逼迫 我被打倒了 但是结果都不是像那个苦难一样 我都会来超越这样的痛苦 我会来超越这样的苦楚 因为有这个宝贝在我的瓦器里面 虽然我是一个容易破碎的瓦器 但是保罗说 因为我有这样的宝贝在我的瓦器里 所以面对这样的苦难的时候 我是不会轻易被打倒的 那接着今天的经文来说 四章 哥林多后书 四章十六节 所以他说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 就是根据上一次我们看到保罗 他面对苦难的时候 他知道因为有耶稣基督这样的宝贝 在我们的瓦器里面 我们就不会被轻易的打倒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说 我们要拥有这样的一个超越苦楚的信心 超越苦楚的信心 那么我们如何来拥有这样的一个超越苦楚的信心呢 通过今天这三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说我见过的人不多 但是我见过的每一个人 没有说这一个人他是很平顺的 从他出生一直到现在 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好像这些都是神话故事里 或者是小说里面的人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人 没有一个人从出生到活到现在 没有经历过苦难 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逼迫 他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事情都经历过 所以我们看到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罪恶的世界当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苦楚 那就像保罗今天给我们劝慰的话语一样 我们应该要拥有这样的一个超越苦楚的信心 这个苦楚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避免 但是我们比起这个苦楚 我们要拥有一个超越这个苦楚的信心 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很喜乐的去生活 那如何做到这样的一个拥有超越苦楚的信心呢 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不要丧胆 保罗也说了 所以我们不丧胆 就是说我们不要丧胆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劝勉说 不要丧胆 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保罗可以说 当我们遇到苦楚的时候 大家不要丧胆 你们不要把胆子丧了 不要吓破了魂丧了胆一样 原因是什么呢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 经文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读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 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 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 所以看到这节经文我们知道 其实保罗他的内心是拥有一个复活的信心 他相信那叫主耶稣复活的神 也必定会让我们复活 所以当保罗在去遇见困难的时候 当保罗在去遇见甚至连性命都没有的时候 他都不会丧胆 因为他知道他末日的时候他要复活 他知道他的生命不是这样的白白就丢弃了 他的生命不是说像烟一样 像灰尘一样就蒸发或者是失去了 或者是这样的灰散掉了 而是说他在神的面前有一颗复活的信心 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以后将要去到哪里 那今天也是通过保罗这样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一同在神的面前 让我们也相信 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也相信自己以后我们的将来的结局 就是能够让主耶稣复活的神 在末日的时候也必定会让我们复活 阿们 也求主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信心 所以当我们在去面临任何环境的时候 求主可以让我们能够不要丧胆 因为保罗他知道他自己将来的结局 保罗说如果我现在死了也是对我有益处 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到哪里 那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圣经上也说人人都有一死 这个死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事情 虽然说在旧约当中有以诺这样的与神同行 神直接把他接走的人 但是这样的人很少数 特别是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是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 人人都有一死 那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说呢死亡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其实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当我们在去参加葬礼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比起世界上的人 我们更多的是心里面得到了安慰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他去世了 他离开这个世界是去到一个 圣经上说他去到一个更美好的家乡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 在这样的一个有盼望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去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就不至于丧胆 我们也不至于失去了盼望 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可以能够不去丧胆 能够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可以不受这样的困难的这样的压倒 那然后保罗又接着说 虽然外体虽然毁坏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保罗他也说了 当我们在去遭遇苦难的时候 遭遇内心苦毒的时候 遭遇逼迫的时候 遭遇外界给我们的压迫的时候 我们确实外体会受到毁坏 就比如说保罗之前 他被这样的下到监狱里的时候 他也是被人打 然后他被压到公会去审问的时候 他也是受到很多的责罚 所以他也知道我的这个肉体是一天一天都在毁坏的 一直在毁坏 但是呢保罗给了我们一句很有希望的话语 他说我们的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 我们内心的这个心是这个世界上所给不了我们的 是任何人都给不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 就是我们的内心的这样的一种信心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经历了那样多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和艰险的环境 他的肉体其实也在不断地被消耗 我们知道其实保罗他从大马士革被煮的光照耀的时候 他的眼睛当时就已经不太好了 因为刚开始前三天的时候他一直都看不见 所以就很痛苦 当后来他的眼睛被看见了以后 他又不断地遭遇痛苦 他在神面前也祷告说 求主你让我身体当中的这颗刺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刺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 他说希望这颗刺能够来离开我 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保罗的身体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健康 就是在他这样的身体很不健康的状态下 他还能告白说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 就是保罗他的身心灵已经因为这样的苦难 他的外表他的身体都已经承受不住了 但是他还能告白说 我的内心是一天心思一天的 可见主耶稣这样的一个瓦器的宝贝在他的心里面所起的作用 是远胜过这个肉体的一个苦难的 我们都知道 尤其是作为女人 一旦上了年龄 脸上的皱纹特别能清晰 特别能清晰地看到 其实我虽然现在我32岁 我30岁之前 我的眼角是没有皱纹的 就是我在镜子面前常常地笑嘛 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皱纹 我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然后30岁之前照着 面对镜子就这样大笑 然后眼睛是没有皱纹的 然后过了30岁之后 面对镜子再去照的时候 就是我的右眼 就是已经有了两条很明显的皱纹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我们不经历苦难 就是没有那么大像保罗一样的苦难 就是我们过着这样的一种 像是很平顺的一样的生活 其实我们的肉体都在一天一天的摔残 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我们肉体的老化 或者是说我们身体这样的不舒服的地方 但是保罗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说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内心的那种不断地被更新 不断地被更新的这种状态 是能够让我们去战胜 我们现在所眼睛所看到的这个苦楚 那前两天我陪天干事一起去医院嘛 就看他的腰 之前他在公司就是会车上班的时候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吧 就是腰部会特别的疼 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疼痛 然后我就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紧张 就是当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真的就是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才发现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心思一天 觉得这是一句很不容易做出来的 因为根据自己就是亲身的经历嘛 也觉得哎呀 身体都这样的难受了 我心里还能不断地被更新 也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陪他去医院看的时候 我跟家里的人也联系嘛 然后我妈妈就说 快去医院快去医院 就是都是这种很急促的 催促的状态要去看嘛 所以当人的身体 其实不舒服的时候 人的内心很难保持说 我有一颗喜乐的状态 当我遇见困难危险的时候 我很难说 哎呀我现在依然内心能够不断地被主更新 其实这样的状态很难 但是保罗 他比我们的困难更大 他比我们遇见的艰险更多 但是他都可以说 我不丧胆 我愿意在神的面前说 内心一天 心思一天 也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愿我们的心灵 虽然我们的肉体在不断地摔残 求神帮助我们的心灵 我们里面的信心 在神的面前可以越来越强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不是说我们一下子说 神啊 虽然我现在遇见了很多的苦难 但是我还是要信心很强大 有的时候真的也是事与愿违 不一定能够做出来 但是保罗今天在这里 我觉得是给了我们一个方向 就是当我们在去遇见这样的难处的时候 就求神让我们能够祈求 通过这样的难处 让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 能够越来越强大 让我们能够来去抵挡 用信心来去抵挡一切的苦难 那第二点要分享的就是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的内容 他这里说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 极重无比的荣耀 第二点就跟大家分享的是 要轻抗苦楚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要轻抗苦楚 那在苦楚的前面呢 有一个四字成语一样的形容词 他说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极其短暂的这个苦楚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苦楚 不仅是极其短暂的 而且它是极其轻的 就是不是那么沉重的 不知道大家有心里有没有 就是觉得保罗站着说话不要疼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因为保罗他所经历的这个苦难 我想是比我们在座 每一个人经历的都要多 他比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都要难 但是他还能够在神面前 以及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信徒 安慰他们说 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所以我们看到 神给允许 不是说神就愿意把这个苦难 加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神不是说就愿意 就让我们承受痛苦 而是说我们经历这样的苦楚之后 神更重要的心意 是在这个苦楚的背后 神要让我们学习的功课 通过这样的一个苦楚 我们所需要去成长的地方 就是来去得到神在将来 为我们预备那极重无比的 这样的一个荣耀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苦楚 是至赞至轻 那以后我们所要得到的这个荣耀呢 是极重无比 永远的 所以前者跟后者是一个 特别相强烈的 这样的一个反应词 相反对的这样的一个词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保罗的苦楚 圣经当中其实记录了 很多很多人的苦楚 但是我们看到 就是我在没有讲 这些人的苦楚之前 其实大家也能够能够来体会到 圣经当中有很多人的苦楚 但是这些人的苦楚后面 看到的并不是绝望 所有圣经当中 这些艺人的苦楚 背后都是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喜乐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保罗的苦楚 那保罗他是经历了很多的苦楚 刚才在第一点的时候 我们也分享到了 那我们就看 哥林多后书 就是以今天的经文 最相近的一段的内容 保罗是这么说他自己的 哥林多后书一章的八到九节 他说 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 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十九节 自己心里也断定 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虽然保罗他其实经历了不止这样的痛苦 为什么我选择了这节经文 因为我觉得这节经文是最能够来 很强烈地表达保罗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 而且同样的都是在哥林多后书 这同样的一卷书当中 那保罗他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苦难 他用了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和九节的内容来说 因为他这里说了一句 他说哎呀 这个苦难呢 被压得太重了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我想问大家一句 我们在座就是现在所 我相信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苦难 也都有自己的问题 那我觉得好像 我们现在我就是大胆的问一句 就是保罗说 我的这个苦难是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 我想问大家一句就是 我们现在的苦难 已经到了那种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吗 应该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我觉得应该还是没有到那个地步 但是保罗在这里说 他说我甚至现在连活命的指望都已经没了 就是他自己好像看到了他自己 马上就要死了 连活命的指望都没了 我们知道刚才我也分享了 保罗他刚信主的时候呢 他被主的大光照亮了眼睛 好几天看不见 后来他去传道宣教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就被吓在街里面 被人毒打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知道 他还被毒舌咬过 去到一个小岛上的时候被毒舌咬过 各种的痛苦 那甚至呢 现在他说他好像都活不下去了一样 所以经历过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保罗 那他经历了如此连命都快没有的苦楚 他在这里还能来去形容这个苦楚 说是至赞至轻的 所以真的是佩服保罗在神面前的那种信心 因为他相信我的这样的一个苦楚 就是至赞至轻的 因为他相信即使他死了 对他也是有益处的 因为他将来必定会要复活 必定要复活 但是他以后复活的这个荣耀 就是极重的永远的这样的一个荣耀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就是当我们自己的苦楚再去跟保罗 再去比较的时候 再去跟保罗去比较的时候 就会觉得 我们的苦楚在跟保罗相比的时候 就有一点小巫见大巫的感觉 就有一点微不足道的感觉 但是保罗也能够告白说 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告白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苦楚 都是至赞至轻的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第二个苦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圣经当中 以色列百姓他所经历的苦楚 那我选择了在耶利米书当中 所提到的 以色列的苦楚 就是耶利米书29章的10到13节 那我给大家来读一下 在耶利米书当中呢 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了 被掳到巴比伦的痛苦 那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 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扔回此地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于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我们在这四节经文当中 最熟悉的一节 我相信大家都是 第十一节的内容 就是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我相信大家对这一节经文 是最熟的 我也是 在没有准备这节经文之前 其实我脑子里印象当中 最深刻的就是这节经文 因为觉得 哎呀 当我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就可以拿着这句话 在祷告当中 向神宣告说 你向我所怀的意念 不是赐灾祸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但是当我来去再看一下 前面一节经文的时候 就是上下文再去看一下的时候 就是可以看到 这节经文的内容背景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 神都已经告诉他们了 你们将要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 就是第十节的内容说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锁定的七十年 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就是神明明知道 以色列百姓 他们将要经历一个 长达七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奴役的生活 但是呢 神还能够对以色列百姓说 我向你们怀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所以其实 用我们常人的思维 去理解的时候 也觉得很难 神的你明明知道 以色列百姓都要被掳七十年 他们要在异地生活 被敌人这样的当奴 在那个地方当奴隶 为别人去劳苦七十年 你还能够说 你向他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吗 难道这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吗 但是我们看圣经经文的时候 神就是这么说的 虽然你们要受苦难七十年 但是我依然这七十年 你们所经历的这个苦难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依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所以我们看到 从圣经一开始 从一开始到 一直到结束 其实神所向我们怀的意念 就是这样的一个 赐平安的意念 虽然我们处在 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 虽然我们好像背井离乡 或者是我们经历 各种各样的难处 但是神的心意总是好的 神没有故意说 我就想要把这个苦难加给你 那以色列百姓 他们被掳 也是因为他们 被你不听神的话 导致了这样的结局 并不是神说 我就要把你们 交到这样的 他们的手里 就要想让你们受这样的苦难 所以我们看到 那以色列百姓 他们要在异地 就是在巴比伦地 待上七十年 在那个地方做奴隶 要服侍 根本就不是他们同民族的人 要这样的 待上七十年 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七十年 你想啊 就是感觉一代的人 都要没了一样 但是神还是这样的 就让这七十年 就是这样的度过 就让以色列百姓 不是说白白的去忍受 这七十年 因为神有他的计划 神有他的计划 等这七十年满了以后 那么神就要来开始来动工 所以我们看到 那换位思考的话 当我们再去经历一个很大的苦难 有可能这个苦难 这个时间 是我们所不能够知道的 那以色列百姓 他们一下子就经历了 这样的七十年的苦难 是如此的长久 但是神说 我向你们怀的一年 是平安的一年 所以当我们再去面临 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 我们不知道这个苦难的过程 会有多久 我们常说 哎呀神难你快点 救我脱离这个苦海吧 你快点 使我能够过上平安稳妥的日子吧 你快点 使我能够来恢复正常的生活吧 但是神呢 这个时间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 我相信 无论我们这个苦难的时间 它有长也有短 有程度深也有程度浅 但是神的一年总是好的 神给我们的一年总是平安的一年 所以在苦难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 神给我们的带领是完全超过我们所思所念的 神的带领是超过我们的带领 而且神的道路是超过我们的道路 所以那神说在七十年之后 神要将以色列百姓再一次领回到他们的本地本族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的话语 这个时候是给他们最大的安慰 就是以色列百姓 他们七十年在这里做奴隶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唯一的盼望就是说 神啊满了七十年 我要再回到我的老家 满了七十年 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在这七十年的时间 神依然对我是顾念我的一年 神依然对我是看顾的 神依然是保守我 神依然是赐下平安的一年 所以只有以色列百姓心里怀有这样的一个确信 他们才能够来度过这七十年的时间 如果他们心里面没有这个确信说 神给我们的一年就是平安的一年 我相信很多的人在这七十年里面 他们就沉默了 他们就彻底的沦为这个地方的奴隶了 我也不想回去了 就在这过吧 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就是对生活已经没有了盼望 已经对生活完全失去了这样的盼望 所以神给的这种应许的话语 是让以色列百姓可以熬过这七十年 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苦难 那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一下 圣经当中就是关于约瑟的苦难 约瑟的苦楚 那圣经当中在创世纪当中的约瑟 我们都知道 约瑟从一开始 他做了两个梦 是吧 但是这两个梦呢 其实也不是约瑟他平白无故 自己想做的 是神给了他这个梦 所以呢 他到了他的爸爸和他的兄弟面前 他说我做了这样这样的一个梦 连着两次 他把这样的一个梦告诉他的家人的时候 他的哥哥就特别的嫉妒他 难道你是 难道我们都要向你下拜吗 难道你还要做我们的王吗 其实约瑟他并不是 说他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好像很狂妄的一个梦一样 真的就是神将这样的一个梦给他了 但是他因着说出来这样的梦 他就遭到了他哥哥的嫉妒 把他被卖到了埃及 那我们看到约瑟被卖到埃及也是特别的无辜 对吧 然后约瑟又到了这样的埃及 他的主人波提法家庭当中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管家 管家也是做的特别好 那波提法除了他嘴里口里所吃的以外 其他的都不知道都交给约瑟了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 他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他都可以将他自己现在手里面当做的事情 能够安安稳稳的能够做好的 就是我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就是神给我的任务 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所要做的事情 我都是尽心尽力去做的 但是我们看到当约瑟在这样的一个尽心尽力 去为波提法家去做管家的时候 还继续的被他的妻子所诬陷 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就被下到了间里面 那我们也知道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他为两个囚犯去解梦 那解梦的时候他也说了 如果你要是出去的话 你就让我也出去吧 不要让我在这里过苦难的日子 但是有一个囚犯呢却忘了他 然后所以约瑟呢又在监狱里待了两年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从一开始 约瑟所经历的这个事情 让我们觉得真的就是特别的悲惨 怎么能经历这样的事情呢 他也没有得罪神呢 然后他也没有做得罪神的事情 没有做任何的坏的事情 为什么神就让这样的事情 一直一而再而三 再而三地发生在他的身上呢 但是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 神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在约瑟的这样的一个苦楚当中 用我们的肉眼 用我们的眼睛再去看的时候 我们觉得约瑟是一个太可怜的人了 如果我们不知道约瑟以后 要当埃及的宰相的时候 我们觉得约瑟简直是 信的这是什么呀 就是怎么越信越悲 越信越悲惨 就是感觉这人生简直就悲惨到极点了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当中 是怎么描述约瑟的呢 因为神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就连他遭遇这样的 不幸的事情的时候 神都说这就是百事顺利 也就是说 在神的眼里面来去看 我们生活的顺利与不顺利 跟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标准 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约瑟 他在这里遭遇了 一个不公平的待遇 但是呢 神都看在眼里面 我们在各种的环境当中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无论遭遇这样的苦楚 无论遭遇这样的平顺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 尽心尽力做好 我们自己眼下当去做的事情 那虽然约瑟他遇到了如此 从刚开始说他的梦 一直到被吓在监狱里面 又在监狱里面多待了两年 这整个的这个过程 我们觉得 这得过了多长时间呀 约瑟在17岁的时候 爸爸为他做了一个采医 当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 他结婚 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声音上说当时他30岁 所以我们说 至少他有经历10年的痛苦 所以你想啊 这10年 也就是说从他17岁 一直到他27岁的时候 至少这个小伙子 这一生当中 最美好的人生 最美好的年华 就这样的被苦难 好像在这个苦难的过程当中 所过去了 但是在神的眼里面 这10年其实并不是说 像保罗说的 至赞至轻的苦楚 为什么这么说的 我们看到当约瑟他以后 当了埃及的宰相以后 那个时候他结了婚 生了孩子 那个时候他30岁 一直到他死 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他之后都一直在被神 大大的使用 因着约瑟他来到了埃及 所以神借着约瑟 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苦难 和他以后神要使用他 他所得到的 得到的从神那里而来的这样的一个荣耀 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相比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他之前所遭遇的这个苦难 我们现在口头上说 是至赞至轻的 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在那个环境当中 但是保罗也说 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所以就是希望我们也真的是 能够来学习保罗所说的 就是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能够告白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 一切的苦楚都是至赞至轻的 那最后一个我们就是来看 那通过这些人的苦楚 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通过这些苦楚我们看到了 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因此呢 其实我们深刻的相信 苦难本身它并不是神 就要故意要加添给我们的 而是神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苦难 在我们身上来去成就那极大无比的荣耀 神说呢 神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所以通过这样的 我在第二大典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保罗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把这个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看得清一些 因为我们今后要成就 要接受神给我们那 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 凡事都是互相效力的 我们神通过这样的一个苦难 可以让我们将眼光能够来单单的放在神的上面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容易将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个事情的本身 而不是神的身上 当我们把焦点放在事情上面的时候 我们就特别的容易被事情所牵动 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那就容易被这个事情所牵动 心里就会有很多的波动感 但是保罗他所经历的这些极其沉痛的一个苦难 今天告诉我们 其实保罗他从一开始被主拣选 一直到他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的一生其实一直都是伴随着痛苦的 一生都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个痛苦 但是保罗还能够这样的告白的时候 我们也真的就求神 也帮助我们 今天呢 我们相信 今天我们如果和耶稣 主耶稣一同受苦 也必定和他一同得荣耀 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里面说 既是儿女便是后思 就是神的后思 和基督同做后思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也希望我们今天也能够 愿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安慰 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知道 这些受苦都不是白白的 我们所受的苦难 也都不是白白的 我们以后和耶稣基督一同这样的受苦 也将要和他一同的来得到荣耀 那所以说到这点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我们不要把眼光常常放在我们眼睛 所能够看到的地方 而是放在所 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事情上面 而是放在神的上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保罗也是这么说的 保罗在第三点的时候 就是第三节经文 他说你要顾念那所不见的 第三点要分享的内容就是 要顾念那所不见的 那今天讲到的最后一节经文 也是今天最后的一大点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 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保罗在这里用到了一个词 他在这里说所见的嘛 这个见 看见的意思 看见 曾经有一个评论家 他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的讲道 他说 这个见就是看见嘛 分两种 这个看见分两种意思 第一种看见呢 是视力 就是我们直接用我们的视力 用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 比如说这个世界呀 这个颜色呀 这个所看到的这个现象 那第二种呢 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见呢 看见的这个看见 是一种洞察力 是一种洞察力 那第一种呢 他说第一种视力 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这种视力呢 是属乎血气的 但是第二种洞察力 是属圣灵的 是属灵的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种 第一种这个辨识 需要的是智力 就是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是用我们的智力 来去判断的 但是第二种看见呢 是需要的 我们的是信心 是我们用信心 来去判断的 所以在新旧约圣经当中 视力和洞察力的对比 其实就不断地出现在 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 其实圣经当中 有很多关于视力 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 眼睛所看到的部分 以及我们的洞察力 就是我们属灵的看见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关于视力和洞察力的 一个区别 我们看一下圣经当中 在旧约里面 撒姆尔记上 大卫的一个例子 这个经文有点长 我给大家来读一下 撒姆尔记上 17章42到47节的内容 他说 非离世人看见 见了大卫就藐视他 因为他年轻 面色光红 容貌俊美 非离世人对大卫说 你拿杖到我这里来 我岂是狗呢 非离世人就指着 自己的神咒诅大卫 非离世人又对大卫说 来吧 我将你的肉 给空中的飞鸟 田野的走兽吃 大卫对非离世人说 你来攻击我是 靠着刀枪和铜脊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 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又使着众人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用刀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 在乎 耶和华 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所以通过大卫的例子 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非离世人哥利亚 他是一个身材很魁梧的人 就是身材很高大 他所看见的就是属于视力上的 他看到他自己个子长得很高 他看见大卫就是 就像一个年轻小伙子 就是这里怎么描述大卫呢 说他这个 说他这个面色红光 容貌俊美 一看就不是打仗的料 一看就不是打仗的料 一看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所以我们看到 非离世人他的看见 就是他是凭他的视力所看的 他是属于视力上的 凭着眼睛所看到 看到大卫比较年轻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他特别的有自信 他的信心是完全于 来自于他的视力 他的眼睛所看到的 但是大卫呢 在这里看到的不是 哥利亚的刀枪和他的铜脊 其实大卫他也是可以看到 哎呀哥利亚这个人 个子很高呀 这个人很有力气 而且他有刀还有枪 而且他还有铜脊 但是大卫告白 但是大卫是怎么告白呢 大卫没有说 哎呀那个你有 你个子很高啊 你有铜 你有枪 我很害怕你 他没有这么说 他说我靠着万君之 以后华的名 所以他的这个是属于洞察力 是大卫没有用 是不能够用眼睛所看到的 就是大卫的 他在去面对非力士人的时候 他不是说我靠着我的眼睛 我觉得我能得胜 我就能得胜 而是他靠着他属灵的看见 他的洞察力 他说我是靠着万君之 是以后华的名 我可以得胜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看见呢 是属灵的 是大卫透过信心所看到的 神必定会带来的胜利 那我们看到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所学习的就是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用眼睛去判断的时候 更多的是看到的是不好的 是凭着我们主观意识去判断的 求神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一个 像大卫一样 有属神的这样的一个洞察力 用信心来去判断一些事情 那在第18节 保罗他写到 就是今天讲到经文的最后一节 他说所见的 他说所见的是暂时的是吧 所见的其实指的就是 人的感官 所能够感受到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事物 包括比如说我们刚才所分享到的 身体的毁坏 还有我们所忍受的痛苦 这些都是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的 我们身体的衰老 就比如说30岁之前我脸上没有皱纹 但是30岁之后我多了两个皱纹 这个就是我通过我的眼睛所看到的 这就是比如说我们最近又胖了几斤 我又瘦了几斤 我们一上电子秤 我们就能看出来 这个都是我们通过眼睛去看到的 但是保罗说我们在这里所忍受的痛苦呢 就是求神让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眼睛去判断 我们所经历的这样的痛苦 求神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个鼠灵的洞察力 鼠灵的看见来去看我们现在 为什么我们经历了这样的难处 经历这样的难处 神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背后 神要让我们去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 因为保罗说我们所看不见的 反而是永远的 所以就求神今天让我们能够将这个 当然了我们是人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有限 我们不能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我们一点都不去注重 我们一点都不去在意 这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就求神就是将这个比重能够调整过来 我们眼睛所看到这样的一个 我们凭着我们眼见所看到的这个事情 对这个事物的判断呢 能够不断地能够降低它的一个标准 让我们能够来自于属神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力 能够不断地提高 所以呢 这个所不见的呢 所不见的就是人的感官 我们所感受不到的 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 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信心到底有多大呢 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当我们只有经历苦难的时候 我们经历经历环境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看到 哦原来我的信心真的就像耶稣所说的 连一个芥菜籽都不如 真的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 哦我们的信心原来是这般的渺小 这就是我们所不见的 看不见的 所以呢 在我们的内心圣灵能够知道这一切属天的事物 包括我们内心的更新 我们信心的增长 就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天的信心 能够让我们去承受神要将来给我们的荣耀 那眼目所看见的事物呢 终究都要过去 用眼睛 用眼睛的这样的一个看到的这个东西 它会损失吗 会损被损坏 那我们不要用这样的一个损坏来去换所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丰富和荣耀 就是我们一定要不要把我们的眼光更多的放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本身 而是要看到在这个背后神的那极大无比的荣耀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疑惑 保罗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呢 那保罗他自从被神拣选 他要这样的去宣教 他要去传道 如果神赐给他一帆风顺 如果神赐给他身体健康 如果神赐给他很长很长的寿命 他有可能会更多的去为神做工 更多的被神使用 为什么神允许他的仆人遭受这样的试探 遭受这样的一个就是被训练呢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可以说神啊 我们是你的百姓 为什么你总是让我们去经历我们所不想经历的事情呢 我们会认为这样不好 但是神呢 他按着他那奇妙的计划 神就是他有他奇妙的计划 他有他奇妙的智慧 是我们用我们的脑子所不能够去想象的 所以这一点 等以后我们都到了天国以后 我们都进天国以后 我相信 圣经上说 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 就什么都知道了 有可能现在我们还是不明白 你像约伯 他最后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 当他最后苦难过去了 神再一次赐福给他的时候 其实神并没有告诉他 为什么你当初会经历那样的苦难 神也没有告诉他 但是他还是依然的就是相信神 即便我经历什么 我就是坚定不移的 一辈子相信主 一辈子跟随主 一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眼睛 所看到的这个事物来去判断 神好像恶待我们呀 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让我们真的是用我们 所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这样的一个洞察力 去相信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有神 在背后那样的一个极大无比的一个荣耀 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说 主的智慧是我们没有人能够侧透的 除非我们等以后进到天国 我们和主面对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什么都知晓了 所以现在帮助我们说 就是让我们不要顾念所见的 让我们要顾念所不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见的都是暂时的 早晚它都会过去都会没有了 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但是所不见的将会存到永远 那我们死后 我们这样的复活的身体 它将要是存到永远的 也求神让我们能够来 常常的牢记这一点 就帮助我们可以在 像保罗这样的苦难苦楚当中 可以能够轻松的来去度过 那对今天那个讲到 进行一个总结的话 其实保罗今天通过这三节的经文 感觉内容还是 内容量还是挺丰富的 就是说的很经典这三句话 所以让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需要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 特别是在这样的疫情期间当中 我们真的是需要 拥有超越苦难的信心 拥有超越苦楚的信心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不经历过苦难的 我们的肉体都会有毁坏的一天 但是作为神的百姓呢 我们相信我们就是神喜悦的百姓 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瓦器 虽然这个瓦器很脆弱 有可能碰一下就会被摔碎 有可能碰一下就会受伤 但是求神让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宝贝 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所给我们的 是我们永远也想不到的那样的一个 极重无比的那样的一个荣耀 求神帮助我们可以一天 心思一天 让我们的眼目更多的是 放在那所看不见的事情上面 在今天最后讲道结束呢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听一首赞美吧 就是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 就一直就对这首赞美特别的感动 就求神通过这个赞美 也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个告白 这首赞美叫奔跑不放弃 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听过 是赞美之权的一首赞美 那我们一起边听这首赞美 也边在神的面前来去回应 今天讲道的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全心全意全力 荣耀高居你秘密 我更是不怀疑我爱你 拥挤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真爱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 Zither Harp 每个狂风暴雨里 你同在在哪里 每个难处的孤立 你演变在哪里 每个伤心失望 你爱我爱到底 在你爱的光中 我的脚囊里 我爱你 拥挤我全心全意全力 荣耀高居你秘密 我跟随不怀疑 我爱你 请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真爱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 我奔跑不放弃 终于� quen hor 我夹的朴隅 我友们 幻想疼 che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只是我 只剩这几滴苦楚要拯救 记者不必永远的荣耀 永远的荣耀 永远全心全意占领 荣耀告知你 不跟随不怀疑 永远的荣耀 永远全心全意占领 再次爱一路这里 我奔跑不放弃 我爱你 荣耀告知你的名 我跟随不怀疑 我爱你 永远毫不放弃 在真爱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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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